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要一百连胜成为不败的神话 而此时的剑斗罗陈欣呢 由于父亲的原因开始变得颠沛流离 无奈之下只能替人做打手谋生 于是两人便命运般的在角斗场相遇了 古荣知道陈欣厉害 且是一个用剑高手 于是便使了手段 在比赛前用开水烫了陈欣的手 由于手被烫伤 陈欣在比赛中握肩不稳就败给了古荣 陈欣战败导致雇主赔钱 于是就遭到了长达12年的追杀 期间为了谋生 他钓过鱼做过瓷器物果农 憋提多憋去 所以就恨上了古荣 由于陈欣逼古荣先一步被命风至招募 所以等到古荣来了之后 陈欣就经常向古荣挑战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